美国华府喜迎农历新年举行春节游行 驻美代表萧美琴到任两年半首次参加 这两年多刚好碰到疫情 所以第一次参加这个华府的春节大游行 那非常热闹 可以感受得到全世界的华人 还有很多的亚裔来自很多国家 大家共同在庆祝的一个氛围 华府特区市长包赛出席春节游行 在现场致赠决议文给主办单位 华府中华会馆主席吴议文 萧美琴展望台美关系 表示日前在台北举行的台美贸易 抗议谈判顺利 双方共识度高 期待很快可以看到具体结果 下一次的整体的谈判 应该都陆续 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在持续 那希望能够有一个更 这个完整 更有丰富实质内涵的一个贸易倡议 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来完成 同时对于我们双边的贸易 能够挹注一些新的动力 另外针对洛杉矶蒙特瑞公园市 发生的华人舞厅枪击案件 萧美琴表达哀悼 谴责暴力